我這一缸魚 看得出來嗎?有毛病? 你看那個 白子紅豬躺在那邊 有沒有,大家都躺 這個時候都不打架了,感情多好啊 感情龍洽躺在一起 那你看龍,龍也躺在那裡 天龍下這隻龍跟郭貝會打架的 現在為什麼不打? 因為他們沒心情打架 那還有這裡這一隻 我告訴你們,你們如果像這樣子的話就是 絕對就是有問題啦,你知不知道 然後我跟你講很簡單的 一條魚自己趴著不動 別人游來游去都沒事 那個叫個體問題 就他自己有毛病 可能不是環境的問題 可能也不是傳染病,是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像這樣子好幾隻都不動 就有兩個問題,你可以去想 第一個,我環境水質有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不是有什麼共同傳染病 就兩個部分 所以有時候,客人拍他魚缸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說你連過濾器拍我看一下 還有整個影片 因為有時候,搞不好過濾器就很糟糕啊 比如說他全部都用陶瓷碗 那白綿又全新 那可能就是亞硝酸中毒還是阿摩尼亞膏 那順便看的時候,我們會看水色 然後如果有看到過濾器 就知道情況 那這個我自己的當然就是OK啦 我之前不是說這一缸水多穩多穩嗎 你看到現在也是空氣缸阿 有沒有 但是魚有什麼問題,來 我們走進來看 喔,那隻嚇一跳,你看 然後你看他就整個下沉 然後你看這一隻喔 他全身都布滿雪絲 正常來講雪絲不會那麼多 你們如果養紅色的鯨魚也會這樣 只要有問題的時候他就 紅色的魚他就會 那個白色的魚啦,白色的魚發紅就很厲害 來,看到了吧 看他的胸起 看這一隻好了,這一隻近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還有頭上 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白白的 齁 胸起比較明顯 其實我跟你講來啦,來看黑豬啦 黑豬最明顯,因為他是黑肉的 有沒有 你看 全身上下都這個,白點病中招了 你看白點病中招 魚身體會癢,然後那個白點蟲會 附在他的篩絲上面 他的 塞絲在過濾氧氣 然後附在那邊的話 他會在那邊,然後塞絲就會腫脹 那原本 魚的塞絲一條一條 就像我手指頭這樣子 中間那個洞,中間這個縫就是塞絲 然後 水會從這邊過去濾氧氣 當他的 塞絲腫起來的話 我每一個手指頭 都腫兩倍 腫起來以後 譬如說就像這樣 當我把他腫起來的話,他的縫就變小了 縫變小了,水過去比較少 氧氣就比較少 你會趕快穿鬼 這一天齁, 上禮拜 會不會是禮拜六 禮拜六我就有看一兩隻豬會趴 然後我就自己在想說 他是不是水質不好 還是說怎樣 但是好像換水 我就覺得 可是上次換水才兩三個禮拜 應該沒有水質不好 我就一樣給他吸底 給他換水 然後上個是禮拜 禮拜六 然後換完水禮拜天 還有一隻趴趴 想說不用管他 禮拜一公休 禮拜二 禮拜二我去屏東 禮拜三才回來 禮拜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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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 然後我有給他下 白點藥 那我們白點藥 其實我白點藥有 有 基礎的跟特效的 那個 我想說先下基礎的就好了 他心裡額他急 這個下了 我什麼時候下的 昨天晚上 對昨天晚上下的 昨天晚上下完 然後發現今天沒好 其實如果你的藥有效的話 你今天下 大概十二個小時以後什麼 魚就看他比較會活動 他就比較輕鬆 那 還有一個 這缸為什麼會白點 因為這缸在門口 那我們 平常的話 常常這個門就全部打開的 然後 外面有一個帆布 有時候帆布也會拉起來 中間那個門 那有時候 帆布就會把它拉下來 那這邊是 戶外 但是兩邊有擋起來 這邊也有帆布 兩邊有擋起來 然後那個 就是 它是 外面比較冷 但是比較沒有大的風 可是有時候 那個帆布就會捲起來 所以我常常 天黑了 只要在頭過 我就知道那個蓬佩放下來 那 因為 就覺得 我們裡面其實很多都在加溫 所以溫度比較高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悶 所以這個門常常都沒有關 沒有關這個就在那邊烤烘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原本這一缸 六百七十五公升 五尺乘以六 五二乘以2.5啦 一百五十公分長 五尺 寬六十公分高 七十五公分 齁 五尺長 兩尺寬 兩尺寬 六百尺寬 六百七十五公升 然後我用一支 四百瓦的加溫棒而已 啊 因為 所以溫度就加不高 我都給它加二十五度 對啊 那其實 當你的溫度 加溫棒不夠 不夠熱的時候 你如果說我今天 這個門忘了關 就是外面溫度已經降了 啊 這個又在門口 它就特別容易 起風啦 你知道嗎 它就特別容易起風 它溫度在降的時候 交換器再加來不及 就會產生溫度的震盪量子 就得白點 齁 所以就是這樣 那現在要做的就是 下藥之前我們確認水質沒問題嗎 我上禮拜才換而已齁 以為水質不好 其實上禮拜就有魚在白點了 啊只是 它先比較不舒服 然後現在傳染給別的 然後連龍魚都 我們阿迪亞說 可是龍魚的白點真的沒有很 啊有了有了有 看到了 在胸襲上面 有沒有 嗯 嗯 我在考慮我要交這麼多嗎 好 就是 所以我就是 反正就是要下特效藥 反正這一缸就是 這一缸就是因為這個門常常沒有關 它等於就是一個半戶外的狀態 然後那個加溫器又 不夠力 齁 所以我今天已經把 400瓦再多裝一隻兩隻 兩隻八百瓦現在開始加溫 你看 現在溫度剛剛搞啊 我加到28度了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說齁 你 你加28度 欸沒有你下白點藥 但是你沒有那個 你下白點藥 但是你沒有加溫的話 有時候魚 也很難好啊 齁 齁 不太好得了 齁 好 反正我就 下藥處理齁 齁 那現在是這樣 大家 擠在一起取卵齁 齁 不舒服大家都躺在那邊齁 啊龍魚剛剛 可是要拍就 它沒有一直這樣 所以有點難 它會 龍魚它會把身體 就是有點拱起來 然後這樣一彈 其實它是想要把身上的蟲甩掉 齁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們家的龍魚 偶爾它會抖旗 胸旗啊 這根胸旗 齁 如果它會抖旗 甩一下 那可能沒事 因為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也會有一些叫做肢體語言的部分 齁 這個就有點連莫異常 齁 有時候會有一點肢體語言的部分 有拍到白點了 有沒有 上面它一顆一顆就是 好啦 我還是乖乖一下特效藥 我熱不是不好 我是想要比較省的 你知道嗎 齁 好 那這樣這個就是 對 你們要去買白點藥 不要問我什麼那個 你們去買進口的 好進口的效果比較好 你可以買Waterlife Sera 這兩個品牌 Waterlife 水生活 Waterlife 這個就不用講了 Sera SERA 這個品牌 然後可以的話 Waterlife會比 會比Sera來得溫和一點 但是 Waterlife要連下三天 所以這個就是進口藥拿出來弄了 好 不要想要省錢 不好 啊 靠腰 啊 我知道原因了啦 唉呦 對 我昨天下白點藥為什麼到今天 水還這麼亮 好 活性炭沒有拿起來啦 唉呦 你娘咧 不怪啦 不怪你不好 我昨天下藥 然後我活性炭忘了拿起來 啊 殺菌燈的 靠腰 殺菌燈等一下 那個定死的要記得關 我看一下 來我跟你們正面講喔 那個 要下藥的話那個 有有有 靠北一天開六個小時 我先把它關掉 整個都關掉 他會這樣子一起閃就是在待機 齁 就沒有設定時間 唉呦 不怪我下藥沒效 那個 你 下藥的時候 那個 活性炭要拿起來 因為活性炭會吸附藥 第二個殺菌燈要關掉 因為藥在水裡面經過殺菌燈造色會產生解鈴 藥會變紫變成沒有效 唉呦 靠腰 那其實也不是我 第一防線的白點藥沒用 是因為我殺菌燈又開 然後活性炭沒有拿起來 齁 還好還好 還好 反正發現的 發現的快齁 齁 那順便教大家就是這樣齁 去買那個進口的白點藥 照他的使用說明下 要交到28度 齁 那 越講越多 為什麼要交到28度呢 白點蟲他有他的生活史 齁 就是他一代傳一代的時間就對了 齁 那我們加溫的話 就是讓他的 溫度高的時候 他會分裂繁殖的比較快 第一個分裂繁殖比較快的時候 他就在繁殖的過程 分裂繁殖那些幼蟲跟大蟲在繁殖的時候 他會比較脆弱 第二個 我們現在要一個時間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下4天一個禮拜 我們加速溫度提高 加速他的生活史 大蟲 小蟲趕快孵出來 大蟲趕快放兒子 在一個禮拜之間來台台遊戲 齁 才不會你低溫 你如果溫度不夠 那邊他白點蟲比較緩慢 那有一些 如果你 你下了4、5天 你覺得已經好了 然後 藥過了 結果有一些沒有殺死的又長出來 好 所以我們再給他 加速度就對了 齁 好 那就等一下 就等一下 趕快下藥就好了 齁 就 你看這個 身體 白肉的餘影 就比較看不出來 齁 比較看不出來 前兩天就是這個紅花珠在party 那因為他是白色的 所以比較看不出來 現在有了啦 現在胸襲上都看得出來 阿 禮拜六的時候還看不太出來 不知道是禮拜六還是禮拜天 可能是禮拜天了 阿 我們換完水禮拜一公休 禮拜二禮拜三 齁 然後禮拜三我昨天晚上回來 才看到 欸不最近喔 我下藥沒有好 欸不對不對 沒有沒有 更正更正 禮拜天的時候我沒下藥 我是昨天下藥的 然後被活性炭吸掉了 好 我們有那個成奇炭的效果很好 吸附性很強 齁 在藥用完療程的時候你再來用 齁 然後第二個 很多人說下 下藥的時候要不要餵食 魚有分情況 像這個是體外寄生蟲 白點是體外寄生蟲 那為什麼他 溫度低跟溫差大的時候容易繁殖 因為 你溫差降比較快的時候 魚 魚的黏膜會變得比較薄 魚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第二個 在短時間內 溫差比較大的時候 是白點蟲活藥的季節 他在那個時候容易分裂繁殖 他在溫差大的時候容易分裂繁殖 然後 魚的抵抗力下降 讓他身上的黏膜 變薄 所以他分裂繁殖 又有東西可以吃就會繁殖開 齁 我用台語說一遍 你聽 你的 溫度 變化太快的時候 那種糖就浪費了 那浪費的時候 魚的溫度降低 你溫度快就降溫 還是溫度降比較快的時候 魚的會縮起來 他的身體會縮起來 就是 就是比較不舒服 他的皮衣 魚的身體 你看他在抖了 有沒有 他想要甩掉那些蟲 他身體的皮衣會變薄 那那個時候白天堂 剛好在那個時候繁殖 然後又有東西可以吃碎 他就會繁殖開來 齁 簡單說就是 溫度假溫差大皮 三邊補 八點長生 那個時候就脫鬼了 這樣 齁 了解 有一些事情 用台語說就多快 不然就不知道 你的理解能力到哪裡 你看看 那隻龍又在不安了 有沒有 他在抖 有沒有 我說的 欸來來來 標準動作 有沒有 你的魚偶爾在油的時候 一下降沒關係 但是你今天在看他的時候 欸他油的 你看 他那個油脂也不太對 啊有時候會甩胸起 那其實還有一個情況 白點蟲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其實會咬魚的尾巴 你注意看他的尾巴已經有黑黑的邊 有蟲在滅咬他的尾巴 啊 白點要嚴重到 眼睛上面看到一點一點的時候 已經非常嚴重了 像這個還會吃人 吃東西也都會吃來 蛤 啊 常常就是人家沒有注意 那是他一個紅龍的 沒有這些其他魚他都注意不到 等到那隻龍的 你像這樣想就怪怪 有沒有 驚歪 啊像這樣有時候過幾天 他會順便再蒞齁 因為 反正有些會併發症就對了 齁你看你看 有沒有 他就很不安在甩 好 這邊大家分享一下 對我講一下 用藥的時候 像這個是白點體外寄生蟲 我常常這樣講 就好像狗身上的跳蟲 那魚身上的跳蟲 你看到一隻魚得白點 你就整缸一起嚇 你不要把那隻白點的拿出來 那隻治療好以後 結果 要回去的時候發現 別隻也跑出來了 既然是魚身上的 狗身上的跳蟲 就是魚身上的跳蟲 他說 他也會跑去別人那邊 也會跑到別人的魚身上去繁止 只是說有的魚 比如像這一缸 這個是彌塞科的戰船 這個是磁雕 這個是改良磁雕 然後這是女王義賢 這是龍魚 每種魚 被鬧在這三間 又不一樣 每周的魚 然後 就很多不同 他不同屬 紅科不同屬 那 甚至不同科的 彌塞的一顆 磁雕一顆 龍魚 五代魚又一顆 那個 所以他每隻魚 得白點的速度 不一樣 那既然是魚身上的跳蟲 這種疾病的話 請問 製白點的時候 要不要餵食 其實要 不然你一個禮拜 你製白點整個療程 七天七天魚都沒有吃 這種魚當然是比較耐餓 如果是金魚的話 應該就快要 會更嚴重 你知道 會整個都 整隻牛在那裡 那個 所以 如果像這種 體外寄生蟲 或者一些細菌的 你一樣可以餵 那其實 但是我們在下藥的過程 如果說 這兩個療程裡面 是一個禮拜 我這個禮拜 我第一次下藥 然後三四天 又下第二次 我想要 這個療程要接在一起 要有累積作用 效果才會比較好的話 我們當然不要在 第五天的時候 因為餵食太多而換水 你知道嗎 那所以我們就是 會建議 餘生病的時候 餵半量 一樣餵 你一樣一天餵兩次 你就餵兩次 但是你餵半量就好 以確保水質 不會變差 在我們不想換水的時候 需要換水 我這種教學方法 你們就 摸聽了 就是 就像這樣子 跟你們講 然後第二個 如果像什麼情況 不能餵 如果是金魚 還是什麼魚 它脫缸 拉白便的魚不會吃 脫缸 拉白便 或者是它的蟹脂孔 肛門已經腫脹發紅 整個充血 肚子發脹 那種魚就不能餵 有時候它還會吃 但是它肚子已經塞車了 裡面在發炎 什麼那些 那個就不能餵 腸胃道疾病的不能餵 但是如果是羅漢的話 它拉白便 它也不會吃 但是它白便停的時候 你就可以餵了 就類似這個情況 反正 會不太一樣 但是 除了肚子裡面塞車 膨脹 腸胃道疾病以外 其他的疾病 它在暖胃 它在沙尾 你都可以半量餵食 好不好 就半量 好 這樣子的拉哩拉喳 跟大家聊一下 好 那我們 我來下藥 準備下班了 還有三個 有三個客人說要買魚 我還要再拍一下 其實有時候 賣金魚就是這樣 很麻煩 老闆你有沒有藍獸 你有沒有藍獸跟獅頭 然後是靠腰 你到底 不是說不要靠腰 你到底是兩尺缸還是四尺缸 你要多大隻的 你要 來你們要買魚的話 現在最好可以跟我講 你要的品種 花色 尺寸 預算 好不好 好 不然你說要藍獸 阿我拍那個紅白藍獸 你說要五花的 阿獅頭 我拍 我拍五 紅的 你說要找五花的 阿這樣給不回 你就直接講 你要的品種 尺寸 花色 預算 好我再找給你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看到一條比較漂亮的魚 還是說你有喜歡的 你把它截圖 問我們周圍有沒有類似這樣的魚 好 這樣是最快的 好 謝謝謝謝 像這種晚上12點就是 好 先把這一缸嚇一下吧 好 拜拜